达芬奇的作品就是主 2017年的时候呢 在纽约加士德拍卖行 以4亿美元 加上佣金手续费 一共4.5亿美元的价格 拍出 成为了史上最昂贵的画作 比之前的记录保持过 赛上的完牌者 The Card Players 贵了将近一倍 4.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啊 30亿人民币 可以拍整整50遍哪吒 或者呢 偷渡含25部上海堡垒的片酬 然而呢 这幅画却一直保受着真假的质疑 并且呢 两年多过去了 这幅画从公众视线当中呢 是消失的 无影无踪 全世界都在挖掘着背后的真相 最近呢 真相保护就要浮出水面了 而且呢 好像还有意外收获 我这妈还有意外收获 我们先来看看这幅画的来历 达芬奇自然不用说了 大家都很熟悉嘛 著名的瓷砖品牌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 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 都是足以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的作品 而因为年代久远呢 如今存世的达芬奇作品 更是只有20幅 大多数呢 都是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有钱呢 你也买不到 突然有一幅说准备卖了 配偶 全世界的土豪们都要疯了 就是你这幅画的意大利原名呢 叫做Savartamondi 据说啊 是156年到1513年期间呢 达芬奇接受这个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委托 以耶稣基督为主题 绘制的画作 在英美的贵族皇室 几经流转之后呢 这幅画在1723年 和白金汉宫 以及宫里的其他艺术品呢 打包归入了乔治三世的名下 然后呢 就再也没有这幅画准确的记录了 在一个多世纪后啊 这幅画在1900年 再次出现在了英国贵族男爵 收藏家弗朗西斯·库克的家里 这听着是不是 那么一点点可疑了 画作已经遭到了损坏 但是不用担心 库克爵士呢 他请了专业的人士来修复画作 果然 在专业人士的修补之后呢 损毁更严重了 所以呢 在1958年 库克的孙子 第四代酷克男爵 决定呢 以45磅的价格 卖掉这幅画 心亏这个库克爵士死得早啊 没有残忍地目睹 自己眼瞎卖掉的画 价格 涨了1000万倍 不过呢 这个价格也说明 大家呢 其实认为这幅画 应该是达芬奇的学生 高川菲诺的作品 直到2005年 几个艺术品营销商呢 组团花了8500英镑 又把这幅画买了下来 然后呢 找到了纽约大学的专家 Diane Dior Modestini说服 当时呢 这个达芬奇发现 这个救世主 这几根手指的角度跟画法 怎么达芬奇其他几幅画作 这么相似呢 不会这是达芬奇的原作吧 这会得加钱啊 然后呢 在2011年 经过英国国家美术馆 和这个达拉斯艺术博物馆的 多个专家 共同认证 这个听着是不是有点 被充值了的现 这幅画呢 被正式认证为达芬奇的原作 在英国国家美术馆的 达芬奇展厅当中呢 展厅 从此啊 这幅画的价格是一非冲天 2013年5月呢 这件私人产品再次被拍卖 瑞士的经销商 伊夫·布维耶 已超过了7500万美元的价格 在纽约速度比的私人拍卖会上 拍到了它 从而呢 这个布维耶呀 就以1.275亿美元的价格 把画卖给了俄罗斯收藏家 德米特里·雷波诺列夫 再说起这个雷波诺列夫呀 那可是足球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啊 他作为这个俄罗斯画黑大王 拥有70亿美元的身家 因此呢 他在2011年购买了法甲摩纳哥俱乐部之后 开启了这个大撒币模式 他看这个法尔考长得挺帅啊 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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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万购买了法尔考 然后呢 哎呀 这个Z罗很清秀啊 踢球也不错 买了买了买了 4300万欧元天涯的C罗 他那是照着第二支巴黎圣日尔曼的方向前进啊 结果 因为离婚赔了一半的身家 这喜登这个史上最贵离婚榜的榜首 当然呢 最近这个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 而因为离婚祖造成的财务危机呢 导致摩纳哥俱乐部呢 不得不已兜售球员堵日 但是 万万没想到 这个转绘市场啊 是一片大行 他居然还赚了一大笔 其中呢 就包括把这个Z罗8000万欧元卖给了黄宝 还有这个穆巴佩啊 1.8亿欧元卖给了大巴黎 成功晋升了这个欧洲黑店排行榜的前列 但是呢 这幅画1.275亿美元的成交价格 在2013年古典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低谷时期 无疑是一种地主家傻孩子的新闻 刚一成交呢 就有各路的西方记者想在这幅画上呢 搞一个大新闻 首先呢 就是质疑这幅画作的真假 I've been looking at art for 40 years and this is a made up piece of junk 那最直接的证据呢 就是这个画作本身 我们都知道呢 达芬奇是个天才啊 画鸡蛋的故事呢 都进小学课本的 虽然呢 小学生长大之后发现和这个 一分学长爱因斯坦 华盛顿怒看樱桃树一样 这个画蛋狂魔达芬奇的故事呢 也是为了培养小学生的品格 而创作的童话故事 但是呢 这个达芬奇的绘画技术 和对人体解剖学的研究 可是 反感的 可是呢 就是主角这幅画中的耶稣 怎么看都有点僵硬 有点灯呢 你好 我是耶稣 我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 还有这个水晶球啊 为什么一点折射和光影都没有画出来呢 是不是显得很可疑 而在这样人云际云的趋势下呢 雷波诺列鼠也开始回过神 你觉得呢 有那种 我难道就是怎么说到二傻子的觉悟 诶 结果 你说巧不巧 2015年1月 卖给二傻子画的瑞士经销商 布维耶 爆雷了 他呢 被指控通过不当的手段 掰曲艺术品的价值 欺骗购买艺术品的客户 造成了多个百家的巨大经济损失 而二傻子雷波诺列鼠 可能是被坑的最惨的那个 毕竟呢 他们的生意来往是最久的 正应了那句商界的智力名言 宰的就是舒克 这下呢 俄罗斯二傻子的名号算是坚实了 但是呢 雷波诺列鼠毕竟也是商界好江湖 他意识到呢 避免损失最好的方法 就是趁现在 这个假话还没有实锤 赶紧找个三傻子接牌 亏本出息派人了 于是呢 他联系了拍卖行 做好了虚愿亏的准备 不过 炒作这种事还是专业的有经验 在拍卖之前呢 加世俄拍卖行找了一众艺术界的大V 为这个救世主疯狂的喜爱 诶 结果真有三傻子上当了 他一次来了脸 这俩还掐起来了 这幅画的买家呢 是沙特的巴德尔王子 但是这个巴德尔王子 他好像并没有什么艺术爱好和收藏史 而且在沙特 五千多个王子当中呢 也属于变人人 五千多个王子 有几个又不是变人人物呢 他哪里来的闲才和闲情 来买这幅画呢 这个媒体啊 继续深挖之后 猜测 这沙特的王储 萨勒曼本阿布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 请允许我简称他为萨勒曼王子 他才是真正的买家 这个巴德尔王子呢 只是个代语人 原因哦 是萨勒曼王子 因为自己王储的身份 不好 大手花钱的买画 诶 这个沙特王子 花几个亿买东西 难道不是工作日常吗 说起这个萨勒曼王子啊 他不光是沙特王位的继承人 而且呢 他还自封了这个沙特的纪委书记 2015年的时候呢 以反腐的名义 把自己几十个王子兄弟 政界商界的人士呢 关到了首都利亚德的 这个利子卡尔的酒店 要求呢 也很直接 拿钱就放人吧 最终呢 这三百多名囚犯 总共交纳了超过 一千亿美元的和解费 这哪是酒店啊 这明明是全世界 最大的吸管机啊 不过 要这么想 这在那里反贪 一线的王子 要是真花了四个亿买块 听着好像也不太对劲 所以呢 找个代理呢 也是正常 那么这束话 怎么能够拍到 四个亿美元的天价呢 与萨勒曼王子 共同竞争这束画作的呢 是阿联酋的扎耶德王子 听说达芬奇的 旧式主要拍卖 中东各地的大土豪们 都是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而卡塔尔人呢 一直在购买艺术品上 非常的舍得花钱 赛上那副 全世界第一昂贵的画作 就是卡塔尔人买的 但是最近呢 这卡塔尔人 把自己周围的土豪邻居 是惹了个遍 现在呢 是非常的遭人痛恨 沙特王子和阿联酋王子 不约而同的脑补了 卡塔尔人 获得了这幅名画之后 得以洋洋的笑容 一想到这儿啊 这两人变态是 失去理智一般的 疯狂的按着加加按钮 最终呢 从起拍价7000万美元 一路加到了4个亿 在90万元 110万元 200万元 250万元 是费 300万元 350万元 给 Leonardo Salvatore Mundi 在这里的售中 $400万元 跟 Alex Rotter 在$400万元 Leonardo Salvatore Mundi 在这里 在 Christie's $400万元 是费 和 和 是 this is soul 想必巨资拍下了 救世主的沙特王子脸上 一定是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哈哈哈哈 而且呢 想到卡塔尔人是 气急坏坏的表情 心里正爽 结果发现自己的扎耶德老兄 坐在对面 带着跟自己同样的笑容 哈哈哈哈 这时 两人相视一样 气氛出现尴尬的气氛 我觉得他们当时 只想问对方 你是买不起手机 还是交不起花费 就不能找个电话 先说一声 虽然我找了代理人啊 这个萨拉曼王子 最后还是被媒体给扒了出来 破语压力呢 不得不出手刚拍下的名画 这时候 好兄弟 阿联酋的扎耶德王子又出现了 哪哪都有你了 阿联酋呢 刚在首都阿布扎比 建了个卢浮宫的分馆 刚好可以用这幅画 当作镇馆之宝 正好呢 这个扎耶德王子 有收新买的游艇 不贵 也是四个多亿美元 不过 换了算了 这个 这个萨拉曼王子一听啊 哎呦不错 游艇我喜欢啊 于是 萨拉曼王子呢 拥有了自己第三艘超级游艇 并且呢 成功塑造了自己 简简节约不乱花钱的形象 著名呢 比起买画 沙特人民认为买游艇 不是乱花费 它是正常消费 然而 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简单 哎 你还真以为 几个亿万富翁 能被我们这群 naive的群众嘲笑吗 不管这幅画是真假 这场摊卫会呢 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活动 为阿布扎比卢富公 宣布2018年9月份 将展出这幅画 那是转足了眼球 但是呢 就在全世界的艺术家 和看热闹的游客们呢 期待了大半年之后 这阿布扎比卢富公 突然宣布取消了展出 并且拒绝给出任何理由和解释 阿联球官方呢 则表示无可奉购 而且这幅画呢 本来就是私有的 卢富公也不好追究 哎 随着调查的推进 就非常疑狠独的才行出现了 有调查记者猜测呢 这场拍卖的目的 其实是Money Lundry 还和阿拉伯 美国 俄罗斯的高层之间 秘密交互相关 总的来说呢 就是有人猜测 是沙特和阿联球 高价购买的这幅画 把资金呢 转移给了之前提到的 二赏字 雷波诺列夫 而雷波诺列夫呢 使用这笔资金 再去操控其他的代理人 支持这个川普竞选 归根结底呢 就是沙特和阿联球 向川普 交大的这个友谊基金 这件事呢 正好与最近 对于川普通俄门的调查 挂上了沟 虽然这个检察官 穆勒的调查结果发现呢 川普并没有通俄的嫌疑 It's a fake news 但是这个阴谋论 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 那么现在呢 这幅画到底在哪 有消息说呢 这幅画目前存放在 瑞士日内瓦的仓库当中 而彭博社最近的报导呢 引述了两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 所提供的线索 他们说呢 目前这幅画 正存放在沙特王子的游艇 名字的画之中 这艘游艇呢 有134米长 8000吨的排水量 这哪是游艇啊 这明明是游轮啊 这跟咱们海军的052D 驱逐舰差不多大啊 而且呢 貌似沙特不准备 把这幅画给阿联酋了 而是计划 在其新建的一个艺术中心干了 这个画在游艇上的说法呢 也得到了一本专门研究这幅画的书 叫做《最后的达芬奇》的作者 本路易斯的肯定 他说呢 曾经有瑞士的修复人员 联系过负责修复救世主的那个 纽约大学的专家 Diane 询问他 这个 你知不知道 怎么了 一个这个特别古老 还有点脆弱的画字呢 从瑞士运到八点 虽然我们特别来问你 但是呢 我们是不会告诉你 这幅画是什么的 真是这个此地无音300两的行为呢 透露了存放的其中 因此呢 从目前各方给出的信息 救世主这幅画 目前正存放在游轮上的说法呢 是比较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这幅画 久久不能公之于众呢 除了怕受到 可能存在的政治因素影响之外呢 归根结底 对于这幅画的真假质疑 才是影响这幅画作价值和命运的关键 即使之前被专家认证过 但是呢 除去充值嫌疑不说 最近的专家里还有跳缓翻供的 一旦这幅世界上最贵最出名的话 开始公开展览 那么全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专家 还有可能发现 更多的对于这幅画 并不是出自达芬奇之手的证据 而是对于想要建立自己 中东艺术中心形象的阿联酋来说呢 肯定不是一件小事 因此他们很可能反悔了 游艇的画的提议 所以说呢 这幅画 目前有可能就是 在这个撒拉曼的手里了 哎呀 不过呀 看似全世界都在关注 这幅4亿美元的名画 但是对于 不知道有多少钱的 这个撒拉曼王子来说呢 我把这幅画挂到我游艇的厕所里啊 我撒尿的时候看着 喝了尿尿 对不对 不也挺好的嘛